第八百四十四集 四季病死 墨语闷哼一声 哼 可是我在船上听说哥哥娜娜妾室时用的是正气的理 八台大叫不说还拜了天地摆了九席 更是为了哄那小妾开始三五不时地就宴请八方 谁家的正气受得了这个气 不病才怪 也不知是打哪儿来的剑蹄子 竟敢如此魅惑男人宠妾灭妻 姑奶奶说话还是多加小心吧 已经死了的人不值得姑奶奶过多惦记 更不值得您为其多废口舌 您要是因为一个死人而开罪了活人 那就是跟自己过意不去了 丫鬟冲着墨语俯了俯身 声音压低了些 奴婢好心提醒 也是看在姑奶奶过去一见了面就给奴婢赏的情面上 姑奶奶能听进去就听 听不进去就算了 但凡事还得多为小少爷想想 墨语赶紧问她 小少爷现在何处 可是在我母亲那里 那丫鬟摇头 不在 在新夫人那里养着呢 新夫人 墨语气急了 什么夫人 不就是那个贱妾 我的儿子居然要放在他那里养 他算是个什么东西 他配养我的儿子吗 墨语说着话 匆匆就要下地 不行 我得去把我儿子要回来 既然母亲那处不留 那接到我自己身边就是 丫鬟赶紧拦她 姑奶奶可去不得 您这会儿要是去了 奴婢这些话可就白说了 话说得急 但声音却压得更低了 姑奶奶 这院子里好几双眼睛盯着呢 您好歹体谅体谅奴婢 如今这府里怕是除了奴婢 没谁敢跟姑奶奶说这些话了 姑奶奶自己思量 是由着自己先前的性子 一味瞒着来 还是细细思量 如何才能在如今的局势下 保住自己和小少爷 说完冲着墨宇拜了拜 拎着石盒子出去了 屋里 墨宇看了看白赫然 见白赫然点了头 这才松了口气 吃吧 吃饱了再跟魏家人做斗争 吃完了饭 又有人进来送药 这次送药的丫鬟 什么都没说 放下就走了 白赫然瞅着那碗药 就皱了眉头 墨宇一机灵 有毒吗 白赫然露了个讥讽的笑 倒不至于有毒 也不至于要命 但喝了这药 却能让你的精神头一直不好 整个人总是病痒痒的 看来那蓝城之府 是想让你永远在这屋里养病 不想让你接触这府里的其他人了 不让明智接触 咱们就按着来 小姐 晚上咱们一起去府里溜溜吧 白赫然琢磨了一会儿 点了头 去溜溜倒是行 毕竟我们是来找九殿下的 可不是真的来管魏府的家事 只是我们不能都走 屋外头还有人看着呢 指不定什么时候就会进来 都走了容易露馅 她往窗口的方向瞅了瞅 古时用的是窗纸不透明的 窗户一关 什么都看不到 如果剑影能来 应该会带来更多 关于这座府里的消息 到时候再计划行事 不复所望 剑影果然在入夜之后到了魏府 一起来的还有君墓林 白赫然见到君墓林的时候 就皱了眉 你这么惹眼 万一被发现 那你我已经到达蓝城的消息 就走漏了 白白隐匿一个月 这个时候露了馅 真是得不偿失 君墓林白白手 从府门口进到你这院子还好 没多少眼睛盯着 就是想在这府里找九哥 就费劲些 不度用你的药 怕是不能成事 可是不能动药 白赫然很坚决 动药不可能做到不被人察觉 就算察觉不出用药的痕迹 他们也能感觉到自己睡着了 一个两个睡着了不怕 可是所有暗哨集体睡着 傻子也应该知道肯定是出了问题 如此便很容易联想到我 咱们依然是暴露 那不找了 君墓林想了想 问她 依你看 利用园外夫人的身份 光明正大的在这府里走动 可能性大不大 白赫然叹了口气 目前来看可能性不大 毕竟园外夫人都被限制了行动 我们作为她的丫鬟 走动起来更是困难 不过也不用太悲观 劲都进来了 办法总归是有的 我们到蓝城的目的 就是从这里往同城去 再通过同城进入到戈部境内 可归根结底 这一趟行动是为了找九哥 去戈部也是奔着九哥去的 如今九哥就在魏府里 与我们来说倒是省了不少事 毕竟这是在蓝城 还是在东秦境内 行动起来比在戈部容易多了 君墓林点点头 既如此 你们就安心在魏府处下来 静观其变 我倒是想去一趟同城 同城大开边境国门 引大量戈部人入我东秦 又送大量东秦人进入戈部 如此已经违背东秦国律 我得去看看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然然 你一个人在这边能行吗 他不放心他 或者我再留几日 咱们想办法 先把九哥救出来 哪怕翻了这座卫府 也没什么 一个敛财的地方官 本王一句话 就可罢命了他 他听了就笑 海本王 你应该适应自己的新身份 以太子自称 叫什么都好 一个名头罢了 我还没太在意 然然 你拿个主意啊 究竟如何做 他想了想 推了他一把 你去同城吧 九哥只要在这府里 就算我一时找不到他 也救不出他 但至少他人在这 我就不能再让人 把他给弄走了 可是同城那边的事 我听了也着急 我过去看看 实在是不放心 不过有件事 我告诉你 你有个心理准备 他将自己看出 未知府有重骨迹象的事情 与他说了 并且告诉他 我十分怀疑 同城知府也是着了这样的道 才在突然之间性情大变 骨跟毒不同 即便是用我的血 也不可能解了所有的骨 我能解骨 却也得确定了 对方重的究竟是什么骨 然后再琢磨解骨的办法 所以想要解骨 其实最好的办法 是找到下骨之人 以他手里的母骨来解 退而求其次 则是再找一位骨师 让他拿出一个 结骨的方案来 如果这两者都不行 那你就得等等我 等我到了同城 见过那同城知府再说 二人说话 一直是用的淳语 一点声音也没有发出来 剑影也在边上看着 白赫然这话一说完 他立即往前又走了几步 同样与淳语说 我们的人传来消息 田开朗再有两日 也要到了 殿下不妨再等两日 等田开朗到了之后 带上他 一起往同城去 君木林想了一会儿 点点头 白赫然问剑影 可有关于卫府的 其他消息 剑影说 有 但是不多 听闻卫之府的 原配夫人 留下姨女儿 十九岁了还没出嫁 那位夫人 被新来的小妾气死之后 留下的女儿 日子过得更加不如从前了 曾有人看到过魏小姐上街 很是寒酸 从前随便买的东西 如今都不能买了 因为没有银子 剑影看守 就这些 其余的就是 关于魏之府 如何迷恋那个小妾的事情了 听殿下说 主子都已经知晓了 行 我再打算打算 剑影没有多留 说完该说的话 一闪身就不见了 君木林就没那么容易打发 他倒是也走了 但是是带着白赫然一起走的 院子里守着的四个丫鬟 夜里只剩下一个 因为没有人想到 姑奶奶或是被人假冒的 孤儿也没太下功夫 在看着他们这件事上 唯一留下的那一个 还在靠着墙睡觉 虽然是浅眠 有动静就会醒 但是君木林来去无声 其轻功程度 远不是那个丫鬟可以企及的 大河自蓝城入海 所以蓝城是有海的 冬日里那条大河都不上洞 大海就更是波涛依然 海边有一处高塔 上头站着将士瞭望 既瞭望海的对岸 也瞭望蓝城这边 君木林落脚的地方 正好被一块大石头挡住 不易被人察觉 白赫然终于离开卫府 得以正常发出声音来说话 他告诉君木林 再不出声 我感觉自己都快成哑巴了 才半日 但是在卫府过得实在小心翼翼 累得慌 他伸出手臂将人揽到怀里 另只手却从随身的口袋里摸出一样东西来 那 送你 他一愣 什么 你打开看就知道了 他将东西强行塞到他手中 催促道 快打开 他不明所以 但还是打了开来 这才发现 他交到自己手中的 竟是当朝太子的印象 太子大印 你把太子大印给我干什么 他不解 这东西不是小显印章 他比拳头都大 戴在身上多不方便啊 你拿他出来做身 他失晓 全天下呀 也就只有你觉得他是个累赘 可是然然 累赘我也得交给你来保管啊 这是我目前 能给予你的最重的承诺了 老头子 多少年前就总张罗 立太子 立太子 我从来都没打他那个茬 但是这次他再提 我就应了 因为你说 你的那位好姐妹是皇后 我听了 并有些着急啊 我们然然怎么可以输了呢 这天下 只要是你想要的 只要是我有的 全都给你 他拿着印喜愣了半赏 小心地包了起来 再塞毁给他 东西我收着了 但还是得先放到你那里 我在卫府住着 带着这个东西不方便 不过也只是暂时放到你那儿 待我们回京之后 你还是得把它交给我来保管 君母理 你说过的话可都得记住了 只要是你有的 全都给我 不许反悔 他正正点头 绝不反悔 小姑娘露出得意的笑容 他感叹 你这样笑啊 才真是像个 未急急的小姑娘 是吗 可惜我不是经常这样傻笑 他也知自己是在傻笑 一国太子 将大印都肯托付给他 这是真正地把他 当作自己的妻子了吧 夜里的海是黑色的 古时没有灯 到了夜晚全靠月亮照着光 可惜今晚阴天 没有月亮 二月里的天是真冷 他主动往他怀里缩了缩 兰城守着海 比上都城还要冷 他将人懒得更近了些 嗯 是冷 再坐一会儿 就送你回去 我不是急着回去 我就是随口感慨一下 他赶紧便捷 比起回到魏府 他更愿意待在他身边 只是有时候身不由己 比如说他很快又要到同城去了 各位听友 我是主播明灵 这次我的角色是白家老太太 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支持 老身在此谢过了 下旁边 と hoo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向五车 到盎 并道 优优物 印尽 快要把 甘